每一次的新年,我们都会立下很多新的目标 今年一定要减肥成功 一定要存到第一桶金 一定要学会一门新的语言 一定要这个,那个 但是当我们在设立新目标的同时 是否有复盘一年前我们所定下的目标呢? 一年前曾经信心满满写下要学习的新技能 是否已经解锁了 还是还没有开始?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他每一年都会重新立下一个目标 就是要减肥成功 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他去办了一张健身会员卡 费用还不低 我就好奇问他 为什么会愿意花这么多钱 去办这个健身会员呢? 而不是去跑步,游泳等等有样运动开始 他的回答是 因为害怕自己不够自律 所以想要以会员的方式 花钱比自己自律 不知道大家有发现吗? 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当中 应该很多人会头脑一日 报名了新的技能 开始健身,学高富球 但是当一段时间过去 却没有成功解锁技能 为什么我们在大多数的时候 越想要自律 越没有办法自律? 其实啊 自律本身不应该是一个目的 这句话应该怎么样解释呢? 自律应该是一种过程 是一种方式 为了自律而自律的人 往往都会被自律打倒 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上路聊聊 为什么越想自律 反而却没有办法自律? 还是提醒一下 我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更多 财商教育和个人成长的内容 如果你也对这方面内容有兴趣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 让思维自负每个星期 陪你做一次思维认知上的升级 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 著名的棉花糖实验 1966年到1970年代 斯坦福大学在幼儿园 进行了一项有关自治力和 延迟满足的心理学经典实验 在迹象实验当中 如果小朋友没有在一定的时间内 把棉花糖吃掉 就会获得一倍的奖励 实验发现只有30%的孩子 能够坚持到15分钟以后 在后来的研究中 研究者发现能为偏爱的奖励 坚持忍耐更长的时间 小孩通常就有更好的人生表现 比如说更好的成绩 教育成就 身体素质 以及其他指标 问题来了 那些立刻吃了棉花糖的孩子们 是不是就不自律呢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能够成功不吃掉棉花糖的小孩 根本就不喜欢吃棉花糖 可能他更喜欢的是其他糖果或者甜食 又或者他根本不喜欢吃甜食 所以才可以去抵抗自己不太喜欢的棉花糖 如果是换做其他食品 炸鸡 汉堡 或者可乐 实验结果会否就不一样了呢 事实上啊 自律是一种反人性的行为 自律是一种利用强大的意志力 按捺住自己的原始冲动 再来举一个例子啊 我认为学习一本新的语言是很难的 尤其要重新学习新语言的编程逻辑 直到我遇到一位能够掌握五到六种外语的朋友 我问他是怎么样长期坚持学习不同的语言 他的回答突然让我惊醒 他是一位热爱旅行的背包客 他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远程工作 因此有机会旅居在不同的城市 所以他学习新语言的动力 就来自于他对这个国家的喜爱 还有日常的基本沟通 比如说他在日本生活了半年 他就开始学习简单的日语 然后研究日本的一些经济历史 以加深他对这个国家的热爱 如果他在德国旅居 他就会观察在德国的经济环境 历史故事 然后开始学习德语 之后呢 也会认识一些当地朋友 一起学习 一起练习新的语言 而且他发现 大家都很乐意跟他聊天交流 他完全不会感觉到 因为说不好而羞耻 我这才意识到啊 想要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或者解锁新的技能 日情 环境 兴趣 意愿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享受在这种生活方式时 外人就会觉得 我很坚持在学习新的语言 而在当事人看来 这跟自律无关 而是沉醉其中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向上面提到的这位朋友 周游列国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有目的的自律很重要 无论是读书 学习 锻炼还是工作 本质上都不是我们的天性 我们的天性 不是早起乘跑背单池 我们的天性是半夜刷手机 早上补眠 所以我们需要设定一个符合我们天性的目标 然后才开始自律的过程 让自律来服务于人性 不要为了自律而自律 设定了目标 为了目标而去自律 你每天长时间打5小时的网游 是不是自律 如果你是职业电竞选手 或者在职业选手的路上 那可能反而是自律的表现 如果你每天都读3到5小时的小说 这有问题吗 假设你的目标是当个作家 那没有问题啊 但是如果你是即将面对考试的学生 那就需要担心了 升职加薪是一种成功 陪伴家人也是一种成功 吃遍天下美食也可以是一种成功 只要你喜欢 在职场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学习英文 提升各种技能 但是我的收入却比不过刚到公司的信同事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职场发展它不像是学生时代 只要你学习了数学方程式就会解题 职场不是这样 职场上的投资回报要等待的更久 你努力很久不一定会有成果 就算有了成果也不见得被丧失认可 就算能够被丧失认可 甚至还有可能被别人抢走功劳 职场收获的根本逻辑是延迟满足 你在一线高校念书 你知道未来的薪资可能会更高 职业发展会更好 但是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 你的努力至少在现阶段很难有成效 难道我们要靠鸡汤来坚持学习吗 那肯定不行 我的建议是自我奖励 当考试考到不错的成绩 考核心的证书 就奖励自己吃一顿小火锅 当成功拿到一笔奖金时 就奖励自己一段小旅行 这个理论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也有提过 奖励每个小成就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透过简单的自我小奖励 去催眠自己 我的努力是值得的 自律拼搏 却没有收获 谁都很难坚持下去 自律这件事 本质上如果做成反人性 就会很痛苦 相反 如果能够善用人性 有效激励自己的办法 我们或许就能够真的实现自律 生活是一个过程 我们没有办法长期坚持一个 自己不喜欢的行为 然后称之为自律 如果你没有办法享受读书所获取的知识和乐趣 你或许只可以维持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 但是肯定坚持不了一辈子 换句话说 那些乐于读书 学习新知识的人 他们有在坚持吗 他们只是享受读书所带来的乐趣 我们需要看透一个长期习惯背后的原因 读书的目的是获取新的知识 所以你应该观察自己 是不是享受获取知识 还是只是不享受看书这个行为而已 为了能够长期获取新的知识 你可以维持终极目标 但是把行为替换成 听研讨会和专业人士聊天 听书 看TikTok 甚至看YouTube 需要去观察自己的内心 到底更享受哪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 再举一个更加贴近的例子 如果我们想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坚持每周运动 但是我不喜欢在健身房 不喜欢重量训练 所以总结就是我喜欢运动带给我的满足感 只是不喜欢健身房 所以我能够替换的就是健身房训练 把这项行为变成可以透过羽球 慢跑瑜伽 总之就是让自己沉浸在喜欢的行为模式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设计喜欢的行为模式 单靠鸡汤和意志力去自律 这是没有办法坚持长久的 为什么越想自律的人越自律不成功 因为当我们想到要自律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或许已经打从心底 本性就不太喜欢这个行为 所以更重要的是 确认你的长期目标 分拆你的短期目标 思考这个短期目标在操作时 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 爱好 如果是恭喜你 如果不是 是否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 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 去结合想要培养的新习惯来进行训练 只要你喜欢你热爱你享受其中 你还需要每天提醒自己要自律运动读书吗 节目的最后我们不妨一起来思考一下 新的一年你希望可以培养哪一项新的习惯 这一项习惯的背后你会享受哪一种行为呢 一起留言告诉我讨论学习 如果你对今天内容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要我们讨论的课题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则留言都有用心在看 希望你在迈向更好生活方式路上有我们一路相伴 如果你想在下一次还可以看到类似的咨询性节目 可以订阅思维致富的频道和按下小铃铛 可以follow我们的IG 让思维致富每个星期陪你做一次思维认词上升级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